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Marco 欢迎大家来到首斯钓鱼频道 今天我们五个人落了青衣金胜艇 今天钓鱼,大家钓得比较狼狈 落雨,接近全日没停过 虽然今天是红雨 但聖哥就没取消过艇期 说可以继续钓 我们都要等到早上10点才上到艇 车到出来第一个钓点 都要大概11点 在红色暴雨的日子 都已经落了两日雨了 水口已经淡了 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鱼钓呢 今天是16楼 一个相对比较大楼的日子 在早上船的时候 天文台是2.8米 到走的时候 只有0.25米 落船回码头的时候 就相对危险少少 而今天潮水的高低波幅比较大 即是流水比较强 所以今天要用相对比较重的圆 不知我到到底 我们开头的时候 都是把山边、岸边调住 我全天就用YGK4好鱼丝 用3好的拉脚 用30克的波子圆为主 波子压底 后面就加了一门飘 在岸边没什么流水 就真的没什么所谓 在远一点岸边就不行了 我就会把后面的门直接绑回鱼 而今天我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阿成 一起钓鱼 他钓鱼不久 是一位新手 但他很喜欢钓鱼 下次又可以一起找他 我们在这里钓了一会儿 但是外面太大流水 我们迫不得已又要回到岸边钓鱼 只要十斤、八斤石斗鱼也好 稍后看看环境 先出去再钓鱼 因为除了滑之外 还有一些大细鱼可以钓得到 刚刚在早两天的时间 阿胜哥才在这个位置钓了三、四斤的大细鱼 幸好的话可能碰到五、六斤的大细鱼 而今天的鱼鳥 就准备了沙虾二十两 青虫就有八两 我们没有买大眼仔和南极虾 一来很少在这边钓大野 所以就不买大眼仔 二来最近没什么鱼鱼 还有几个钓友未介绍 今天和我们钓鱼的 还有一个前辈Andy Uncle 和阿蓝 在现在这个位置 水深大概十米都不够 反正近岸边又没什么流水 我就改用了一粒二十克的波子圆 而在这里钓鱼 就真的被我们过足手引 只是在这个位置 都被我们捡到几斤的石狗弓 在这样的天气来说 要求真的不可以太高 不用打龟已经很开心 当我们过足手引之后 阿胜哥就车回去比较深水的排口 和我们再车过 面楼和底楼真的不同 用肉眼看下去 完全看不到有流水 但是放条鱼之内 真的很难落底 有少少飞机楼的感觉 而我们每次上鱼的时候 好意和鱼的钓友道醒 都相当麻烦 反正是拼一下细轮 我都转一转钓组 我就试一下维基钓组 转粒35克的子弹圆 再用一粒圆头勾 我用勾头勾一大小小的沙虾 让沙虾更生满 鱼的钓组 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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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记住给个like 分享出去给你喜欢钓鱼的朋友 和在下面留言 未订阅我频道的粉丝 记住订阅我频道 我很快又会作出新片 多谢大家收看